开车转弯一道线宽怎么操作 很多人操作不懂 车辆直接卡在我们这个线宽上 进退两难 尤其是我们在转弯一道线宽时 你操作不当 就像车哥这样操作不当 我们的车头脚直接就瓦蹭到咱们的这个线宽 哪怕现在好不容易 我把车头脚开过来了 但是如果我继续往前 我的这个车身又卡在了另一侧上 我相信很多人开车 一到这种宽路转窄路 也就是说宽路转窄路一到线宽时 很多人因为操作不当 把我们的车卡在咱们的这里 那么一到这种情况 我们如何开车才能避免刮蹭呢 一个方法就能让你快速上手 那么如果我们开车时 遇到的是这种车辆可能会被卡 卡住首先我们要头盔 因为我们一侧是车头过了 另一侧车身没过 然后就卡在这里 这种情况我们就要适当的修我们的方向盘 修错了 不是车头刮蹭 就是我们车身 二次刮蹭 首先我们把车往后挂到 大家可以看下如果是我们回阵方向盘往后退 那么我们的后视镜绝对会刮蹭到旁边的障碍物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稍稍的往右 障碍物在哪一侧 我们就往哪一侧打方向盘 往右打 稍稍的打一点 让车身和旁边站入的距离 加大以后 我们再回阵方向盘往后退 因为为什么要回阵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的左侧是不是还有这个车头 你稍稍不注意 我们的这个左侧车头还有可能会刮蹭到 大家可以看一下后视镜是不是贴的特别近 太一点 我们的这个后视镜又刮蹭到了 后视镜过了以后 我们再回阵方向盘 这样我们的这个车头 在不刮蹭到旁边障碍物的情况下 我们就爆出来了 大家以前过线款时 是不是只要我们的车身摆正 方向盘回阵 障碍物出现在咱们的两个安全点也外 回阵方向盘往前开 这样我们的车身就不会刮蹭到我们的障碍物 但是我们一到转弯时过线款 判断不好车机 要么车头刮蹭 要么车身刮蹭 那么今天我就教你一招 要想避免刮蹭 掌握这个方法就够了 那么我们开车一到这种 宽路转线宽 要想避免我们的车身车头不刮蹭 那么一定要记住 我们的这一招也就是打驰 不打早 意思也就是我们的方向盘可以打驰 但是不能打早 转弯时 以前我们的视频有说过 把车辆往前开 只要A入架脚和障碍物底部对齐以后 我们打轮转过去我们的车头脚 不会刮增 但是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打轮转过去 我们的车头脚是不刮增 但是我们的车身会刮增 一到这种情况 我们就是打吃不打早 意思也就是把我们的车尽量往前开 开到什么位置 当然是开到前面 只要车头不刮 才到前面的障碍物 或者说如果是向车格有强 那么不刮增到前面也可以 但是这里我介绍的大家 我们就是看我们的这个车身 尽量往前开 开到我们的这个坐姿 中段或者我们车上中段和障碍物 对齐以后我们再打轮 这段时候我们转过去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的这个车头脚 百分之百的会刮增到前面的这种障碍物 但是这个时候我们不用担心 一定要这种操作 可以让车头脚快刮增 但是不能让车身刮增 是不是 那么回正方向盘往前开 这个其实也就是加大宽 加大我们的车身车肌这样摆 我们的才能避免 那么我们再来打轮 这个时候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的车头脚不刮增到旁边的障碍物 而且我们的这个车身也不刮增到旁边的障碍物 轻轻松松一把就出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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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